转弯看A柱 出库看B柱 倒车看C柱 这么简单的开车技巧 竟然还有很多司机朋友没有掌握 那么今天暴地就来分享给大家 新手掌握以后能够有效提升车感 不清楚的朋友记得点赞收藏起来 多看多点 下一个老司机就是你 首先第一个转弯看A柱 当咱们开车需要转弯的时候 前方有一面墙 你只需要观察前挡风玻璃和左侧A柱的这个夹角 当在左侧A柱夹角 看到前方墙面的接力缝以后 此时向左或者说向右打满方向盘 都能一把安全的拐过去 马路牙子也一样 当咱们需要转弯时 我们的A柱夹角和前方马路牙子下边缘重合时 此时方向盘打满一样可以安全的拐出去 不会发生寡秤 第二个出库看B柱 当你开车遇到这种倒车入库需要出库时 并且两旁都挺有车辆 那么你先直着往前开 当车辆的B柱遇过旁边车辆的车头 或者说车尾时 咱们再向左或者说向右打满方向 这样就不会寡秤到旁边的车辆了 遇到直角转弯的时候也是如此 当咱们的车辆遇过了旁边的B柱 或者说旁边的障碍物 或者说墙面 咱们一把方向也可以拐出去 地下车部旁边的座子也是如此 B柱遇过座子再打方向 就可以安全的通过 不会发生寡秤 咱们可以利用这个点位 举一反三一下 可以获得更好的色感 第三 到车的时候看C柱 当你到车的时候 注意观察车车的C柱 只要C柱遇过旁边的障碍物以后 那么此时两者就在一条直线上 那么这个时候 咱们再打方向 往后倒车 车尾就不会寡秤到旁边的障碍物了 第四 当车尾朝外出库时 只要咱们的A柱遇过了旁边 车子再打满方向 车子也不会寡秤到旁边的车辆 第五 载路灰色的时候 只要旁边车辆的大灯 在咱们左侧A柱夹角以上 就可以安全的通过 右侧也是同样的道理 最后包地提供大家一下 咱们的A柱B柱 为啥能给咱们当点位去使用呢 正是因为它们是一个固定的实物 它的位置不会变 所以咱们开车的时候 一样会给咱们在车内形成视野盲区 因此当咱们需要左右转弯的时候 特别是这个左转弯 左侧这个A柱 距离咱们驾驶员比较近 对不对 形成的盲区就会更大 所以当咱们需要拐弯的时候 一定要这样左右 侧头观察一下A柱后方的盲区 防止A柱后方盲区内 有人或者说其他障碍物 还有就是咱们这个B柱的盲区了 下面包地来给大家再演示一下 这个B柱的盲区 咱们看一下目前这种情况 如果说咱们准备向左 或者说向右变道 比如说咱们向左侧变道 咱们观察完左侧的后镜以后 打了左转向灯 发现左侧后方没有车辆 那如果说咱们直接向左变道 那肯定会发生寡秤 咱们现在看一下咱们B柱 侧窗外的位置 大家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一辆车的侧头呢 它这个位置在咱们后续镜中 是根本看不到的 对不对 所以咱们变道时 不仅要看变道方向的后续镜 更要观察一下咱们变道方向 侧窗的位置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B柱的位置 确认安全以后再通过 那么咱们向右侧转弯 一样是如此 咱们此时看一下 右侧后续镜中 是不是发现后方没有车辆 那如果你此时向右侧变道 一样会发生寡秤 还是像暴地刚才说的 咱们转弯 要看咱们B柱的位置 对不对 这边一样有个车的车头 咱们看一下 在后续镜中 根本发现不了这辆车的车头 所以说当某一辆车 行驶在你B柱的位置时 此时就是咱们车辆的盲区 现在暴地下车给大家看一下 两车所处的位置 好朋友们来看一下 这个位置是不是特别近 那如果此时你变道 肯定会发生寡秤 所以咱们无论是向左 还是向右变道 一定要观察左右车窗 以及B柱的位置 这样才能消除安全隐患 安全的变道 怎么样朋友们 以上暴地分享的几个小技巧 你学会了吗 那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对你有所帮助 记得分享给你身边 有车的朋友 暴地还是那句话 不求点赞 只希望多一个人看到 少一类事故 让我们一起传递正能量 感谢观看